每年到年底这个时候 车坛都会有许多的评选活动开跑 像是每年都会举办的 这个年度风云车的大奖 通常在这个时候 第一个阶段的评选就会已经结束了 那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历史悠久的欧洲年度风云车 到底入围的车款 在第一个阶段有哪一些车款 是值得关注的 那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这个历史悠久的欧洲年度风云车 他们在评选车款的时候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坤诚哥 好的 观影 这个它的标准 我们先从它的历史说起 它在1964年 它由欧洲的七个国家的七本 那时候是杂志 七本杂志 他们发起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然后他们发起这样的活动之后 然后再找当地 当地欧洲当地的汽车专业记者 然后一起去评选 那以现在目前来看 以我们以拿今年来看 今年的话大概有 大概欧洲各地带有60位的一个记者 哇 有23个国家 对 23个国家 60位记者去做这个评审 那它这个项目位置 之所以会被大家 会被全世界所比较 注目度是因为 我们刚才讲过 它真的国家还蛮多的 然后记者也相当 记者数量庞大 然后专业度也够 那最主要是我们讲的 因为其实汽车的起源 应该是在欧洲啦 对不对 所以汽车的文化底蕴最深的 也就是在欧洲 所以它评选出来的 当然也最受大家肯定 也最... 所以说一般我们称为 称那个欧洲的年度风云 大半就是指... 我们一般称为的年度风云车 就是指欧洲年度风云 对...它比较有权威性 所以我们这一次看到 就是今年的欧洲年度风云车 入围第一个阶段的评选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车款 总共有大概有35款车 那我们当然帮观众朋友 稍微整理了一下 依照不同的车型的急剧 我们这样子慢慢看 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首先我们就带着 大家一起来看看 我们台湾的消费者 作为关注的就是最近 相当火热的SUV这个急剧 到底在欧洲年度风云车 他们评选出来 第一个阶段入围的车款 有哪一间呢 Marco 是 现在这个SUV 真的是一个大热门 包括这个欧洲年度风云车 它已经连续三年的第一名 都是由休旅车型所拿下 所以说今年这个休旅车 这个急剧也是竞争得非常激烈 除了这个 之后大家选出来 这个休旅车的急剧之外 等一下有一个跨界休旅 那两个休旅加起来 总共有15台那么多 在35台车里面占到了15台 所以休旅的竞争是非常激烈 那单看这个休旅的急剧来讲 我觉得每一款车 它其实都各有特色 但坦白讲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这个急剧 以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八台车来讲 要说冠军会不会在这八台车 中间诞生 我觉得几率太低了 因为这个欧洲年度风云车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不喜欢用这种 太高价的车型当作冠军 因为他们会认为说 他们在意的就是台湾 跟台湾人同样在意这个CP值 他们认为说 你花很多的钱但是得到的东西 相对来讲 也许你花少少的钱 可以得到更好的东西 那IPAS为什么在去年可以得到 因为这个等一下就会讲到 因为其实它每一年都会有一些 他们会希望是这个得奖车型 在这个领域有一个创新的突破 但刚刚冠有说到IPAS在去年得奖 但其实去年也是 这个欧洲年度风云车 近情这么多年以来 史上出现第一次的情况 就是有两台车 它居然是同分的情况 IPAS跟第二名的车款都是250分 那第三名的车呢 居然只输这个前两名三分而已 所以去年IPAS也只能说它是显胜啦 所以说这个高价车啊 像我们看到这个 BMW S6 S7啊 包括賓士的GLS 甚至Range Rover Evoque啊 其实它都是比较难成为冠军的 在我的观点里面 那如果说硬要在这八台车里面选一台 最最最有可能得到冠军的车种 我个人认为是Toyota RAV4 因为RAV4它今年 它在推出了这个油电车型 那它在欧洲市场销量是非常好 它光今年的上半年 也就是2019年的1月到6月 它在欧洲就已经卖了7万2千台那么多 其中有超过5万台都是Hybrid的车种 那再加上它这个务实的身份啊 然后它这一代提供了 跟过往很不一样的动力啊 还有包括它的配备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巴黛车来讲 它最有冠军项 那当然这个Subaru Rover Evoque 跟RAV4是同一个集聚 那Subaru它从来没有得过这个奖 而且它在欧洲的销量跟知名度 都没有Toyota来出色 所以我认为Toyota是比较有机会拿下 在这个八台车里面来说 其实在台湾的神车RAV4来说 可是我们通常观察一下 欧洲年度风云车 很少有日系品牌会拿到冠军 这个年度风云车的 那所以Marco他刚刚预测的RAV4 是不是能够实至名归 得到2019年的年度风云车 我们就要观察一下啦 当然刚才Marco也带到了 除了这个SUV之外 其实在CUV跨界休旅车这个集聚 也是相当火红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年度风云车 今年巨围的CUV的车款有哪一些呢 麦斯 没有错 冠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欧洲年度风云车 对 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欧洲 是啊 我们实在讲在讨论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的年度风云车 包含日本的年度风云车 还有世界 是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强调一点就是说什么 其实在这一些的评审过程里面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主场优势 比如说像欧洲风云车来讲的话 为什么刚才冠宇也有讲到 为什么日系车非常的少 对 第一个 所以它血统就不纯正 原来还有血统的关系 如果说今天在台湾的 因为台湾它 如果我们台湾自己选 我们的厂牌当然比较少 所以我说 如果说假设我们要选的话 比如说我们把年度风云车 投给纳志杰的感觉 好像 就是 有点 太过矫情了 有为专业的这个表现 所以我们这一这个跨界休旅车 我觉得在跨界休旅车这个急剧里面 就好像刚才Marco所讲的 就是 它在这个决选的过程里面 因为这个所谓的年度风云车 在国外 它都有一种就是 我要推荐给消费者说 这台车是值得买的 所以在我们在这个 在他们评选过程里面 通常都会有所谓的 消投消违法 也就是说 最贵的车 他们通常都不会考虑 最便宜的 他们也不会考虑 因为他会知道说 有些车厂 我可能就是为了想要拿奖 我就故意推出个什么都有 但是我价格很贵 他觉得说 这样子比是不公平的 因为有些车厂就说 好吧 那我就推个非常便宜的 让你觉得说 我CP值很高 这样子选的话 也是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相较于刚才所谓的 什么B&W X7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急剧里面 出现年度风云车的 几率还蛮高的 好 那我们从刚才讲的 日本车开始 日本车上一次 拿到年度风云车 是什么时候 是2011年 2011年的 Lesson Leaf 当年的Lesson Leaf 会拿到这个年度风云车 有个部分原因是 它做一个非常大的传心 为什么 它是电动车 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良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来看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用消去法好了 基本上我觉得第一个 马自达CX30可以划掉 第一个血统就是不纯正 来看到这个 Nissan Juke跟雷诺 这两台车子 我觉得这两台车子 也许在他们这个个别的 我觉得入围来讲的话 代表他们有一定的水準 可是基本上 他们两个又是属于 同一个集团 血统也不纯正 所以这两个 基本上也可以划掉 是喔 雷诺不会吧 因为他们现在 雷诺 那个Nissan 雷诺集团来讲的话 他们整个这两台 就是相似度太高了 而且这一代的Juke呢 它在整个的外形 以及内状的变化上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于评审的 这种所谓的新鲜感 的刺激度来讲相对较少 它有点像是 所谓的Kick的延伸的车型 就是说虽然说 它的整个定调也不太一样 但是你就觉得说 这些元素好像我之前 就已经看过 对我来讲的话 我的新鲜感就不动 那这两个不用讲 这两个基本上 如果说我今天把年度风云车 给这个T-Cross的话 那平常会讲说 那你这辆车不是一模一样吗 不是基本上的这个 打造的这个规格都差不多吗 那你为什么给它不给它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 所以只剩下这两个 对 这个DS3呢 它是属于这个石创集团 那个就是所谓 雪铁龙集团里面这个部分 那我们要知道 在欧洲年度风云车里面 光是Pajor的这个法国品牌 当然我们讲说 法国品牌虽然说在台湾来讲的话 它的销售来讲 相对弱势一点 可是在国外 它308的时候得奖过一次 拿过年度风云车 3008也得奖过一次 而且呢 在这两台车子里面呢 他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一点 就是他们的科技的创新度比较高 像这台DS3的这个Crossback来讲的话 它还有纯电版的一个 纯电版的一个版本 那在科技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会对评审这个来讲说 当然法国的设计 本来就是非常的与众不同 它里面一些非常与众 都是经典的元素 那就是说 哇 开这个好像在开飞机一样 而且它的价格也不算太贵 它的价格在英国当地的售价 大概从87万 到最贵的纯电版 也才125万而已 接下来呢 像我个人其实我也蛮看好 这个福特的这个铺嘛 因为呢 虽然说呢 我觉得它外形看起来 就是有点像是缩小版的这个凯燕 它像缩小版的凯燕 就是你看到它 因为它有点像是小修旅 你会觉得它很像照着缩小灯 那时候我还开玩笑说 你所以你把这个水箱护罩 改一改这个logo换一下 他说你怎么开一台凯燕出来 对不对 可是呢 像这台车子来讲 Fold Puma来讲的话呢 它在国外呢 它还是属于这个 所谓48V清油电的这个系统 而且在整个外形上面来讲的话 它不像是其他的车款来讲的话 就觉得说 好像我有四成相似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车款 全新的一个物种 加上它所用的这个引擎科技 虽然说它也是使用这个 1.0涡轮增压的这个引擎 可是呢 因为它还有这个油电的系统 当然呢 比不上说这个DS3的Crossback来讲的话 它还有这个所谓的 纯电的这个版本 因此我觉得如果说 要从这里面来选的话 我觉得这两台车子的出现几率 其实来讲的话 算是蛮高的 听这样分析 好像还蛮有道理的 可是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跨界的修旅车 CUV这个极具 有七台车入围 同样的相当受到年轻族群 所喜欢的这个先辈车 也有七款车入围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这七款车里面 其实用猫挂了 这个E系列 甚至于我们之前 有帮大家介绍过的 Golf八代都在名单当中 对 其实关于没错 刚刚Marco还有麦斯 其实都帮我们介绍了 其他的一个车款 没什么都SUV的 那如果以先辈车来讲 这次的欧洲年度风云车入围的 其实就是我们画面上 看到的这七台车 好像看到 唯一的日系车的血统 好像就只有Mazda 3 对 其实Mazda 3应该说 其实在台湾 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的 但其实它国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个 动力的选项可以选择 那首先我们先从E系列开始看 那E系列的话 其实它在新世代的改款的车型上面 它已经改了前驱的一个配置 那其实我们之前媒体也经营过一个市价 大家觉得说 以往的后驱变成前驱 我开起来感觉会不会不一样 结果其实我们去开的时候 它还是 我只能说它还是很BMW 它的操控感一直都以来还是没有改变 那目前国内就是只有E8i跟M135的车型 那如果你想要稍微比较入门一点 那你也想要有这样的豪华的配备豪华的车型 那你可以选择E8i 那如果想要性能一点 那就是M135i了 那Mazda 3刚刚有提过 其实那也是全新世代的 混动设计的2.0的车型 所以它整个科技性 还有设计感 其实都已经跟现在的 后来出来的CX30 其实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觉得它的设计的OK 就是外形还有一些科技感 因为外形跟质感上面 其实它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要科技感上面的话 我觉得欧洲人应该会更挑剔一点 那像Oppo Costa这个车型 应该说它之前在2012年之后 退出台湾市场 那台湾就对于这个车品牌 甚至比较陌生一点 但其实在2000年左右 CX30在国内的先备车市场 它还是有占有一席之地的 那时候CX30的车型 还是有一些改装 甚至还有一些蛮喜欢三道 还是热血驾驭的人 他还是会选择CX30的车型 那再来就是Pojo的208了 这次不一样 我们知道之前 Pojo的车系只要改款 它的数字上面一定会有变 它这次命名还是维持在208 这次也是206 然后207 208 这次全新改款车型 也还是维持208 那个命名方式可能有点改变 不过我觉得 这次的这些先备车里面 它外观有最大的改变 对 我觉得它外观也最大的改变 然后其实外媒有评选它 有给那句评语是说 它可能是会改变 整个那个命名方式 还有游戏规则的一台 迷你先备车 所以它其实在不管是外形设计上面 还有内装的科技感 还有动力方面 其实是都很值得期待 加上它之前也是 年度风云车也有入选过的一个 得奖过的车款 然后CLEO也是一样啊 它之前在退出 那个国内市场之后 大家还是对于它比较陌生 它其实也是非常 欧洲里面其实它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一个先备车的一个代表 它这次的改款呢 我觉得它的整个科技性可以 可说是大不要紧 因为它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 中控内装那个触控的一个仪表 然后数位仪表 然后大尺寸的触控萤幕 它把整个科技感呢 在运动 它原本强调运动氛围的这个定位之下呢 内装的质感它也把它提升了起来 好那再来是Skoda Scala 这台就是确定会引进台湾的车款 那等于说跟台湾的车迷呢 就是近期有可能可以见面的 那这台车当然是VAG集团底下的一个 模组化平台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车款 那刚刚麦斯有提到 如果是模组化平台的 那一定是少不了我们的八代的Golf 也是模组化平台 它的平台还是不一样 但是它基本上还是MQB的一个模组化的平台 那如果真的要入选 其实Golf其实也是具有非常经典的一些历史定位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熟悉Golf的持款 大家都知道说 它其实每次大改款都是在偶数代 就是1357 这个外形上面啊 科技性上面才会 甚至动力才会具有大改款 那2468的话 大家可能会戏称为 比如说可能是 中期的改款 对中期的改款 改款幅度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大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知道说 其实八代Golf之后 如果要推出来之后 它的一个整个内装的质感 也会朝向大面积的这种触控萤幕 数位仪表来呈现那种豪华的一个质感 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值得期待 但是如果现在这次我们入围 就期待的先备车 我觉得208出现的几率应该是蛮 我也是投他一票 因为我发现欧洲的评审 好像对于这种新面孔 比较会给予高一点点的青睐 那如果说你是一般的车型 然后同时在做一个小改款的话 或者甚至于比较大幅度改款 好像也不会吸引到他们的目光